手機買賣糾紛釀殺機 冰石男狠撞騎士奪命 地上一大灘血 機車零件噴飛 連坐墊都被撞斷 今天早上 新北市樹林的原住民公園前 發生嚴重的追撞車禍 一死一生 但這可不是意外 是謀殺 收手是他 下個車不容易中的東西 怎麼把人家當回事啊 原來冰石車的流行駕駛 要把這支HTC M8手機 賣給潘信機車騎士 所以雙方約好後面 他們是因為 在早上7點多 在本夏的 那個太平路雨 那個東風街頭 冰石男說要賣2000元 騎士嫌太貴 價格談不攏 因為在買賣的手機 他們手機拿出來 那要買的人 一直沒有拿錢出來 所以在買賣的過程 然後發生一點九分十折 然後手持手 那個道具槍 朝駕駛做要開槍的動作 駕駛被這動作徹底惹火 車上朋友也一直在喊 撞死他回去啊 結果他真的撞了 騎士當場沒有呼吸心跳 連帶波及到騎在前面 無呼的50歲機車騎士 坐前臂嚴重骨折 冰石車還失控 衝到對向車道 直到撞上銀色轎車才停下 幸好轎車裡的人沒事 但被蓄意撞飛的騎士 傷重不治 現在開車撞人的冰石男 和涉嫌叫縮的陳姓友人 統統被移送法辦 突發中心新北報導